記者現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位於我們的鹿野鄉 我們聽說這一間是有得過ISO認證的 那到底這個ISO認證對於這個茶農來說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那整個茶廠的製作方式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待會我們請老闆帶我們一起去 老闆你好 大家好 那待會你是不是先帶我們去走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ISO認證的整個規格 嚴不嚴格好不好 應該不知道 你試看看就知道 好 那我們現在就跟這個我們的這個鹿野地區的茶農 一起來看看到底什麼是ISO認證呢 等一下 先換 先換個拖鞋 還要先換拖鞋啊 你戶口如果踩到黃金的話 都先踢我變賺到了 感覺起來還真有那麼一回事 要骨毛啦 骨毛 一定要骨毛 為什麼要這樣 沒在外面骨毛 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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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這個ISO認證從第一步要進門之前 就有這種認證了 先換拖鞋 一般人對一眾茶葉的印象畫面 都是辛苦採茶的模樣 很少有人會到治茶區 而就算有也會在熱轟轟的場子裡運作 陸野一間茶行花大錢都用了大把鈔 就是為了一個ISO認證 而ISO认证对于业者来说 没有一定的勇气 根本是个吃力又不讨好的认证 因为实在是太严格了 这次听说比较特别是 你们也有荣厚就是ISO认证 那在这过程会不会很辛苦 我们很多次花钱去宣津 我们才说 没有申请的钱没有这么麻烦 申请才知道问题这么多 我开心还有什么来给我们管 每个人都没有他们的规定 做的流程 我不知道问题是这个 它的规定大概像有哪些盖麻烦的地方 规定就是死亡 还有一些弃固 动线 动线你现在就不能重悟 现在有一个自己那么大的茶工厂 这样一路走来跟老公这样 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当然是辛苦 因为我们是中年转业的 所以在茶叶这方面 知识完全都不是很了解 我们是从幼稚园开始学习 目前还是幼稚园大班 淡路出师的林大哥 之前是园艺出身的 因为一只机缘来到台东做造景 而没想到就远从宜兰 跑来台东定居下来 而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 要申请ISO认证 还是要事先花钱 而钱花了才开始辛苦的整个审核过程 以上新闻东台新闻部 正会如张立成而本报道